好来我们一起看课本里面的这个mind map 然后在这个form 5 chapter 2里面 pressure呢 它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pressure in liquid 就是说在液体里面的pressure 然后我们就有p等于h rho g ok它pressure等于h rho g so在这一课里面呢 我们的formular有三个formular 然后那三个formular呢是非常容易记的 第一个呢就是p等于h rho g 然后第二个呢是f等于v rho g 有一些书它是用h rho g 我就喜欢用h rho g跟v rho g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之间是有连贯性的 就是说我们知道pressure等于force除以area 所以我这个乘上去的时候pressure乘area 会是等于force 然后我的pressure是什么呢h rho g 所以我的a乘h rho g的话呢 会是等于我的force a乘h它就会变成v 所以v rho g等于force so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p等于h rho g v等于h rho g 然后第三个东西呢就是第三个东西 这一科这一科里面这两个 然后f等于v rho g呢 它其实是artismitis principal 然后第三个东西呢 就是pascale principle 它有f1 per a f1 per a1 f2 per a2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 首先我们有pressure in liquid的话 我知道p等于h rho g的时候 我们想象在地球的同一个地方 它的g是不改变的 所以它的h跟它的h rho呢 会改变来导致它的pressure改变 所以它的h增加的时候 就是说我的h增加的时候 它的p会增加 然后它的那个p会增加 然后它的density就是啊 你的液体改变 它的density改变的时候 我的density增加的时候 我的pressure也会增加 ok好 然后我的h这一边呢 我们要小心一样东西 就是说很多学生呢 他以为那个h呢 是从就我们看到很多的 就是怎样的case 就是说假设这个是水 ok然后下面有鱼这样的东西 ok好 然后就是说它的h这样增加的话 它就是这个就是它的h 这样 然后可是事实上呢 我们h不只是在那个水下的 它其实它的h呢 是从水平线来看的 所以我们在那个 呃什么 我们的那个water tank啊 water tank 在我们家附近的这个water tank呢 它需要高 所以就是说它的h是从水平线上来 水平线下去 所以它不一定是水平线下去 它还可以是水平线上来的 所以我们的water tank呢 要放在高的地方 就是这样 然后呃我们还有dem 水坝咯 它越深 水坝的情况之下 越深 它的那个pressure就越大咯 然后siphon呢 就是你拿那个pipe来用吸水啊 然后它就上面pressure大 然后去pressure小的这个地方 ok好 然后我们接着呢 就有atmospheric pressure atmospheric pressure呢 就是那个空气的那个压力 ok so 空气的pressure 然后我们怎样来量 那个atmospheric pressure呢 我们有mercury barometer 14 barometer 跟aneroid barometer 然后它的unit of pressure 它可以是passc 然后mini bar mini bar其实是等于100passc 1mini bar等于100passc 然后我们有meterh2o跟mmhg ok 在旧的siphon是用cmhg 所以如果你的老师 给你们的那个考题 或者是那种念习的题目 是来自于旧的参考书的时候 它是用cmhg的 ok 然后还有passc ok pressure我们是用passc 通常我们pressure是用passc的 ok 然后force是用newton 然后effect of atmospheric pressure呢 就是它的那个 我们在很高的地方 和很深的地方 会有怎样的那一个 会那个atmospheric pressure 会导致怎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在我们前面的那一个 部分就有讲到了 在高原的时候会怎样啊 然后在潜水的时候会怎样啊 然后你想要更清楚 如果你不懂我刚刚讲的 大概是怎样的东西 你自己要回去看回那个部分 然后我们就有gas pressure manometer呢 它是直接这样一盆东西 然后里面放着mercury 然后这样倒叉的 然后它这个就是 它这个就是manometer 然后它可以它平时是放mercury 如果它上的是水的话 就那个water manometer 还有mercury manometer ok 好 然后barometer的这个地方呢 ok 我们在这一刻里面 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的提醒 是这样的 就是说它有这个u的形状的 然后过后呢 它这一边有那个gas进来啊 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样 把它压下去 所以你在这一边跟这一边之间 它的pressure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它这个gas的时候呢 然后还有这一个呢 它这一边的距离是h so我的pressure of gas呢 会是等于pressure of atmospheric 我们这边有pressure of atmospheric 然后再加上那个pressure of liquid ok so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说 它有时候放的是 你要看它的单位啊 如果它的单位是用pascar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这一个呢 你就要用h rho g 然后如果它是用mmh g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找它的h多少mm 然后它这一边是多少啦 ok 然后它这一个是mmh g的话 它是760加h 然后这一个的话呢 它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一层sert to power 3 还是层sert to power 4 这样 ok 通常题目都会给啊 我没有背上来 然后再加h rho g 这边题目会给的 ok 好 然后pascar principle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它的那个 呃 什么 我的area小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的那个 呃 从小的地方给force 然后它去大的area的地方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那个force变大 ok 所以我们就有那个pascar piston呢 还有hydraulic system 这个就我们的车的brake 还有那个把车jack上来的 那个提高的那个hydraulic jack 然后achismitis principle呢 就是水的浮力咯 所以我们有boyant force咯 水的浮力就是boyant force咯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有它的weight跟force 之间的那个关系 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东西在水里面 然后它这个是有weight 然后过后呢 它这一边有boyant force ok so当我的weight跟boyant force一样的时候呢 它就就在一个位置这边停留 当我的weight大过它的boyant force的时候呢 它就会向下 然后它的weight小过它boyant force的时候呢 它就会向上 ok 所以我们这一边呢 就有船啊 它的application是船啊 然后船旁边的那个primsole line啊 然后还有潜水艇啊 还有那个呃 热气球 然后最后呢 我们来到的这一刻的最后个部分 就是benoulli principle benoulli principle呢 就是说我的velocity增加的话 我的pressure会减少 所以这个飞机的那个aerofoil啊 ok 然后 它有angle of attack啊 lift force啊 这个东西啦 然后它的application 这个ventory tube呢 就是说 它有那个这样三个不同的那个tube 然后过后它的可能是这一边比较窄 然后这一边这样过去 然后这样 ok 画到比较丑 ok 然后水这样过去 然后它那水位会是怎样的 这一个 ok 好 然后或者是空气的 这个就是它那个ventory tube 然后我们还有它的application是 那个banson burner racing car sport 呃 好 好